刚才提到新能源概念 好像年初来说 那个氮氮不足够 Candy也想问 应该是968 现价值不值得 其实968方面其实也一样 始终看过图都知道 其实就挺一般的 很明显地都在反映着 其实整个新能源版块 比较光伏相关 都不是太当炒 其实约都不是今时今日 下半年都是比较偏黏的 当时就 譬如当中撞过一下 可能上游的元材料价格升 当然之后也会回回回回回回 对于股价也没有帮助 其实也能发现到 资金其实不是太 追逐这个反方法 现阶段来说 只可以说近期定了一点 因为刚刚上升10天天线 但就不确认会是转势 或者是大升 因为上面还有几条比较长的 平均线是压住了 而且过去其实沿着一直 都是50天线下来的 所以至少要判断 上月光能的价格能够再上高一点 或者加上多少的升浪的话 起码上一条马亚天线 但现在仍然有一些距离 因为50天线大概是13.5 其实距离现在还有差不多1元的距离 所以我想这些位置 不是这么直拨住 因为很害怕这些位置拨 你可能觉得有机会拨中 上面可能多个空间 但向下其实近期低位 11.94 其实距离现在几毫指 即是很贴 除非你觉得这几条主意 你也想拨拨 那是可以的 但怎样说到 一旦穿回11.94 穿回前低位 就算真的拨拨 也考虑先走一走 因为如果不走的话 其实延伸着下降通道 其实就会再试回更加低的位置 是 见语 我嫌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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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es istry you